大家好 今集找了兩隻長方型的手錶 兩個不同牌子 兩個不同的價位 兩種不同的物料 兩種不同的機心 一隻石櫻的機械錶 一隻是Emplorio Armani 很出名的陶瓷錶 另一隻是卡地亞的Tank American 美國的坦克 兩隻長方型的形態 真的很有趣 坦克的特性 在兩件旁邊的Bessel 這隻Bessel 從頭到尾 到尾部位 即是錶的腳 所以也沒有所謂是否外圈 或是否錶殼 或是否錶腳 基本上就是兩件 一個很簡單的線條 金屬件 去到一體化去製成 這兩件這麼長 這麼實正的金屬件 亦都很代表 或是Signify 即是坦克車 那種輸送帶 Continuous Track 幾千元的Armani 真的有那種型態 亦都用上整隻 陶瓷錶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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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上 它的陶瓷錶殼 是厚了一點 我覺得 可能是一個 工程設計上的考量 可能做得太薄的 Ceramic 錶帶 可能有一個危險性 而卡地亞這隻 美國坦克 行一條皮帶接購 亦都不是貴的 都是三幾萬 Contin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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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ous